畫面中可以看到遠景在田間奔跑 接著在四處都是水稻的田間 發現這名嫌犯以倒臥的方式躲在稻田中 事發在21號早上7點多 新竹有遠景破爆 水防道路附近疑似有人在竊取電線 遠景趕到現場時 這名男子竟然直接從4公尺高的堤防一躍而下 遠景與當地里長熱心民眾一起尋找追起 費了一番功夫 終於在水稻田間找到犯嫌 帶你來聽一段訪問 与當地民眾西州里長一同展開周邊環境搜索 使用竹竿和土塊進行試探 最終發現了犯嫌臥倒於稻田中 竊賊不僅偷電線 還践踏農民辛苦耕種了農作物 消失在稻田中想躲避警方追起 最終還是被眼尖員警找到 當場以現行犯逮捕